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 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鲁敏 厦门特运顺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永彪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邀请出国旅游问题 2014年9月15号至9月28号 韩鲁敏 曹永彪持个人因私护照应管理服务对象邀请 以参加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名义 跟团到意大利 法国 瑞士 德国等地参加旅游活动 产生的费用由管理服务对象承担 2016年7月8月 韩鲁敏 曹永彪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两人补交了相关的旅游费用 二 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培训管理科原主任科员黄金玄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2011年至2015年春节中秋节期间 黄金玄多次收受管理服务对象送予的购物卡 共计2.5万元 2015年4月初 市运管处进行廉政警示教育后 黄金玄将2.5万元购物卡分三次退回管理服务对象 但向组织报告时称只收受了5000元购物卡并已退回 隐瞒实际情况 并在组织前期调查中未如实说明问题 2016年11月 黄金玄受到行政降级处分 其违继所得予以收缴 三 吉美区建设局住宅建设办公室主任吴平 违规借用管理对象车辆等问题 2011年5月 吴平以住宅办名义 借用管理服务对象一辆别克军威小轿车 用于住宅办的工作用车 也用于其上下班 并套用区建设局村镇站公车车牌进行报支费用 2016年3月 吴平将该车辆归还 2016年11月 吴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 狐狸区建设局建设服务中心原职员刘慧珍 在公务业务培训期间公款旅游问题 2015年6月18号至6月24号 刘慧珍参加在西藏拉萨举办的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专题培训班期间 以有高原反应为邮请假休息 私自到日喀泽 灵芝 拉萨等地游玩 旅游期间产生的住宿以及部分景点费用 分别以培训住宿费 资料费的名义 在区建设局报销 2016年8月 刘慧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 厦门白鹿州建设开发公司 原党支部委员总经理王维生 公款旅游 公车私用等问题 2013年4月17号至4月20号 以及10月27号至11月2号 王维生利用到湖北武汉 参加国家重点公园授牌仪式 集赴广西考察活动之机 到湖北荆州古城 神农驾景区 盈地林和广西北海城雕 北海银滩 通陵大峡谷 德天瀑布等景点游玩 旅游产生的费用 在白鹿州建设开发公司报销 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期间 王维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 多次驾驶公车到福州 南安等地 办理个人私事 王维生还有其他危机行为 2016年7月 王维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 其个人补交了公款旅游 及公车私用的费用 我们接着来看 今天警方在我市 53个开办户籍业务的派出所 同步启用了自助办证一体机 这意味着 今后福建省内居民 可以在我市这53个派出所 自助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的 再次签注了 上午10点 市民朱女士来到中华派出所 办理赴港澳旅游 再次签注业务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朱女士将电子港澳通行证 插入自助办证一体机 选择所需的签注内容 现金缴费成功后 办理好的签注证件被退回 此前信息已被新的签注内容覆盖 整个办理过程不到三分钟 家住中华街道的王女士 也在中华派出所的 自助办证一体机上 完成了赴港澳旅游 再次签注的受理 因为我家住在那个派出所附近 那现在过来派出所办理 那个出入境签证 会比之前去出入境处办理更方便 因为离家里面更近 就省去了中间那个交通的环节 还有时间 明天介绍 警方这次启用自助办证一体机 可以让省内居民自助办理 赴港澳台旅游再次签注业务 申请人持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 可实现利等可取 还能够查询签注使用次数 而持指质往来港澳 或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申请人 也可以通过一体机 完成再次签注的自助受理 受理成功后 通行证将在三到五个工作日内 通过快递送到申请人手中 需要注意的是 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申请人 目前仍需在人工窗口 办理再次签注业务 据了解 香港 澳门 台湾 是我省居民出境旅游的 主要目的地之一 2016年截止目前 在我市办理赴港澳台出入境证件 就达74万多人次 今年10月 我是警方在郑海路出入境办证大厅 五元湾办证中心 和岛外四个区的出入境延伸受理点 同时配备了自助办证一体机 申请人不必在人工窗口前排队等候 节省了不少时间 而这次警方将自助办证一体机 配备到全市53个开办户籍业务的派出所 让申请人办证更加便利 记者杨胜斌 杨仁杰特为记者 曾东进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BRT快速公交的票价 昨天厦门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BRT公交及其链接线票价 调整听证会第三次公告 记者了解到 从明年3月1号起 厦门BRT快线将实行新的票价 及BRT快线起步价将调整为一元 而BRT链接线票价也将调整为一元 根据公告 我是BRT快线票价调整为 每人次起步价 每5公里一元 含5公里 5公里以后 里程运价为每公里0.15元 全程票价累计最高为4元 其他票值不变 同时一通卡刷卡打九折 学生卡半价 猎鼠 劳模 残疾人 两滴人员 65岁以上老人等5类特定人员 持有效证件或专用一通卡免费 调整后的链接线票价 将按常规公交票址执行 其每人次上车现金购票一元 全程一元 其他各项优免票价政策 也参照常规公交票址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今天上午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新的门级枕棕核大楼 正式开工建设 预计施工时间为3年 建成后 医院的门级枕日接待量 将比现有大楼增加5倍左右 将极大改善市民的旧枕环境 上午正式动工的中山医院 新门级枕综合大楼 作为省市重点工程 总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 分为地上22层 地下三层 设计门级枕日均接待量 1万人次 规划新增床位430张 医院将在新大楼的基础上 建设空中连廊 将医院的其他几栋建筑 连接在一起 方便患者就诊和设备转移运送 此外 医院还将在新大楼的地下部分 建设地下通道 与附近正在建设的地铁站相连 建成后 市民来医院就诊 可以直接从地铁站步行进入医院 新那楼预计施工时间3年 将于2020年投入使用 据了解 随着我是医疗条件的逐步提升 越来越多我是周边地区的居民 前来我是就诊 如今 中山医院门急诊的日均接待量 都达到了境外人次 其中近4成都是外地患者 记者也从医院方面了解到 作为环东海域东部新城的配套设施 中山医院东部院区目前正在进行设计招标 中山医院东部院区占地约130多亩 设计病床数1000张 将打造及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 此外 过于马轮湾新城的第一医院海舱院区 也已经开工建设 这两家医院建成后 将为岛外及我市周边地区提供更加丰富的医疗资源 记者 萧欣网海洋 同学院陈芳报道 2017厦门国际马拉松赛还有两天就要开赛了 作为赛事的配套活动之一 今天上午首届中国马拉松博览会在会展中心开幕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在上午的开幕仪式上 国家体育总局为厦门国际马拉松赛颁发了 中国马拉松突出贡献奖 表达对厦门对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事的认可 首届马博会的现场可以说是一个 全国马拉松赛事的交流盛会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太原国际马拉松赛 西昌国际马拉松赛 等70多家马拉松赛事组委会都来到了现场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马拉松爱好者 去各处感受不同的马拉松赛道和地域文化 另外也有不少参展商带来了新鲜玩意儿 像是赛前给自己录制一个加油视频 感受一下斯巴达勇士赛的挑战 或者踏上跑步机测试自己的配速 而最吸引马拉松爱好者的 可以说是这个马拉松实景跑步机了 连上软件屏幕上就可以显示 各个知名马拉松赛的赛道景观 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全球各地的马拉松美景 挺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感觉以前都没见过 像我感觉在那边跑步机 展商挺多的嘛 然后那个产品的话也挺丰富的 另外本届马拉松博览会还专门开辟区域为2017厦门国际马拉松赛选手物资领取设置了25个窗口 每个窗口负责600到800位选手的物资发放 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编号分窗口领取 为选手们提供了便利 我们每年马拉松也跑到很多的实际场的 然后一般领物料的时候都会人还是排队啊 各个方面都比较拥挤的 人这么多的情况下 人有这么宽溢的给我们 一点不用排队啊 或者是比较整齐 看过去比较整齐一点的话 安排这场工作说得挺好的 本次展会面积达到15000平方米 除了70多家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以外 还有10多家赛事运营机构 和30多家体育品牌商和众多赛事服务商 展出时间将持续到2017年1月1号晚上9点 记者王玉坤 高志强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变化 最近这段时间呢 受一股寒潮的影响 让我们感受到了冬天的温度 不过呢新年新气象 随着这股冷空气的过去 我是即将迎来升温 在接下来三天的元旦假期里 大家会迎来不错的清好天气 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从本周三开始的迅速降温 让一直沉浸在暖冬里的厦门市民 有点措手不及 大家纷纷翻出了厚衣服 来抵御突然而来的寒冷 据气象台的监测数据 昨天和今天 我是岛内的最低温都跌破了10度 岛外山区甚至降至1度左右 同时平均4到5级的风力 更增添了几分消瘦寒意 这两天天气降温降得特别快吧 然后突然这么冷 有点不太适应 就是这两天有风 多穿一点 但是这股北方冷空气的影响 已接近尾声 明天我是最高气温 预计将达到23度左右 而在2017年的第一天 我是气温将会在14到25度之间 那风力也开始逐渐减小 然后气温 明天白天气温会开始逐日的明显的回升 特别是到2号 就是我们厦门有个马拉松 那这个气温可能会升到25度左右 低温是大概在15度左右 总体来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厦门包括整个福建地区 都将回归温暖模式 适合大家利用假期走出家门 约上朋友踏亲旅行 在轻松惬意和浓浓暖意中 迎接新的一年 记者小慧和宫林报道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认识一个嚣张的黑车司机 他呢不仅抓伤了交通执法人员 试图抢夺车钥匙 而且他居然一路狂奔 拦下沿途的出租车和其他私家车 想要抢夺驾驶员的手机 那么他究竟闹的是哪一出呢 这抢夺手机的一幕 就发生在28号上午9点30分左右 高企机场T4候机楼外 交通执法人员在巡查室 发现一部行迹可疑的 敏C牌照现代小轿车正在下课 涉嫌从事非法营运 于是上前进行检查 乘客当场承认 他和司机并不认识 双方议价180元 从泉州南安送到高级机场 司机先是叫嚣要找乘客对质 之后又做事要咬执法人员 最后在执法人员要将车辆驶离现场时 黑车司机则多次动手抢夺车钥匙 你干什么 你要干嘛 在移车的过程中 驾驶员还不时地去抢 正在行驶过程中的钥匙 造成了一定的危险 同时还在车上抓伤了我们两名队员 在执法人员开具暂扣车辆 强制暂扣决定书时 这名黑车司机干脆直接平躺在后座 声称一定要把车开回去 并拒签决定书 接下来就发生了新闻开头 抢手机的那一幕 黑车司机说抢手机是为了报警 要把手机给他 叫他不要去抢别人的手机 他还是不听我们的宣告 执意要去抢路过司机的手机 抢手机就是说要报警 但是随后我们从公安部门了解 他们并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报警电话 对名驾驶员因涉嫌非法营运 将面临着两万元以下的行政出发 目前车辆已被暂扣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咸云方宇宙报道 下一节您还将看到街头百象棋残局 六名男子路边炸毒 听闻 一直以来市容考评成绩都比较靠后的同安区 近期管理水平有了全面提升 今天的市容询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门前三包工作对于城市管理而言是一个难题 今年以来各区都在想方设法破解这个难题 同安区也不例外 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助力门前三包 比如设立门前三包服务驿站 为百姓搭建异于反应问题的平台等等 政府也提供了同安文明卫视 给老百姓提供这个平台 老百姓只要扫我们二维码 就可以把发现的问题 存在问题及时反映各个相关部门进行整治和整改 在门前三包推进的过程中 同安区积极改变传统思维 充分发动群众自愿和主动参与 树立主人翁意识 成为这项工作的主角 而政府各相关部门则转换成配角 通过签订管理承诺书 自制公约等形式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同时加强服务和保障 解决老百姓和基层工人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通过一段时间的推动 而今同安区不仅是沿街单位店家的门前三包工作 开展的卓有成效 整个市容世贸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前不久在全市六区门前三包考评中 同安区获得了综合成绩 全市第一的好成绩 记者刘华报道 在街头摆象棋残局是一直以来就有的江湖骗术 摆局人一般都是稳赚不赔的 而对于这种诈骗的老套路 还是由市民不小心上当受骗 近日无存派出所民警就打掉了这样一个诈骗团伙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今年7月21号 市民陈先生路过湖滨东路公交车站时 被一伙正在下象棋的人吸引了过去 当时有几个拖在旁边 在营造这个声势 然后就吸引路人围观 然后陈某看到这种情况就过去围观了 围观觉得说很好很好赢 就这样以这样的心理去跟他们下棋 陈先生先是与百局人对异了三局 把身上的1600元都输光了 为了翻盘 他中途去银行取了2000元 可是一局下来又输了个金光 赌红了眼的他又去银行取了4000元 这是取完钱之后 从银行过来 带着受害人到换了一个地点 到这个小巷里面再进行赌 旁边这几个都是拖 这是徐某跟受害人在下棋 能很明显看到这个拖 一直在干扰这个受害人 跟他讲该怎么下怎么下 4000元输光后 陈先生突然意识到 他们是合起伙来骗他钱的 当场就要求白局人把赌资还回来 一阵纠缠后 这伙人把陈先生推倒在地逃跑了 他立马报警 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这伙人都已经流窜到了外地 直到本月20号 民警追踪到这几个人 又窜回了厦门 在SM城市广场附近摆棋诈骗 于是在23号上午 将正准备实施诈骗的六名嫌疑人抓获 警察 这六人分别来自福建 江西和山西 平时专门摆象棋残局骗钱 他们是随机的 他们一个大的团货里面 随机几个人搭配 然后组成一个小的团货 进行当天的作案 他们每次作案完之后 都会流传到外地 不是说一直待在厦门 在厦门的话 他在一个地点作案两三天之后 又会换到一个新的地方 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固定使用的有十套棋谱 这些棋谱 他们都十分熟悉 再加上有人败眼拖 在旁边怂恿 路人是赢不了的 目前六名嫌疑人已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于伯菲放一周 特别记者王鹏报道 的确到了这个年终岁末 骗子们更是蠢蠢欲动了 近日反诈骗中心的民警 就根据本月高发的警情 总结了三类新型诈骗手法 在这儿也提醒市民 一定要注意防范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骗术一 谎称要租房 以往都是房客求租房 被虚假租房信息诈骗 这次骗子使用逆向思维 骗起了房东 分月中旬 郑女士将出租信息发到网上 不久她接到电话 对方称要租房 并主动要求给郑女士 转保证金 在咨询了银行账号后 对方让郑女士 将收到了验证码报给她 就这样 郑女士的银行卡 被盗刷5000元 骗术二 冒充10086年中充化费优惠 近期 韦先生的手机 收到了一条10086发来的短信 短信内容为 新级客户可以享受 充值100元 送200元化费的活动 韦先生见识10086发来的短信 便没有怀疑 点击了链接 并填写了个人信息 而后还填写了 手机收到的验证码 韦先生发现 网页无法跳转 又再次操作了一遍 没过多久 他就收到了两条银行卡扣款信息 一共被骗走5000元 骗术三 情帖短信诈骗 前不久 杨先生收到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的情帖 上面还附有链接 他看到短信里有自己的名字 便不假思索点击链接 但是手机显示无法安装 他当下也没有在意 几个小时后 他发现银行卡被盗刷2000多元 原来 这个链接是病毒程序 用户一旦点击下载 对方就能窃取手机里的账户信息 其实 诈骗分子虽然一直在更新手法 但是市民只要遵循几个原则 就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 首先不贪 市民群众不要有贪链 那么其次是不转 不要向陌生账户进行转账汇款 那么第三就是不点 不明的链接 不要轻易地点击登陆 记者 郁伯飞 黄超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五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较小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66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PM1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一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道凉 首要污染物为PM10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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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